在中世纪的瓦拉奇亚王国 国王的弟弟雇佣了一批十字军骑士 一路向瓦拉奇亚城堡驶去 这时国王的贴身卫队长 戈鲁发现了十字军 十字军骑士穿梭在山间小路上 队伍人马尤为壮大 于是卫队长戈鲁快马加鞭回到城堡中 十字军也剪碎其后 当他回到城堡之后 王妃正在分娩 他把探尼道的消息报告给了国王 国王知道很可能是他的弟弟带的路 但他也不认为是他的弟弟 因为在十年前 他的弟弟很可能已经死了 即使是这样 国王仍然下令五十名弓箭手去志愿城堡 虽然城堡固若金汤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一千名十字军都是笑勇山战的好战士 十字军已经逼近城堡 由于极刑军 诺伯特建议让士兵们休息一晚 明天再战 但是指挥官非要在今天晚上就要供下城堡 于是他命令诺伯特去侦查周围的地形 诺伯特在侦查地形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 当他进去之后 他发现一个石台上插着三把利剑 还有一个金王冠 一位智者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称自己已经守护这个被诅咒的王冠一千年了 由于王冠被诅咒 只有他认可的人才能得到他 诺伯特不相信 于是用手去拿王冠 这一刻他惨叫了起来 手臂被王冠燃烧着 吸附在了上面 为了保命 诺伯特只能用自己的剑砍下手臂 国王的弟弟知道还有别的进口 十字军的指挥官命令士兵正面攻击城堡 又让国王的弟弟想办法混进城堡 然后打开城门 如果攻下了城堡 国王就是他的 此时城堡中的士兵正紧密锣鼓的备战 国王不放心城外的状况 于是他上了城墙巡视 由于他的贴身队长替他下令 要防范十字军的攻城器械 国王只能让他去王妃那里守着 十字军发起了进攻 一场战斗无可避免 由于国王做足了充分准备 十字军的攻势一直被受阻 王后一直难产 戈鲁告诉国王 王后请他过去 戈鲁带领士兵与十字军展开决斗 这时国王的弟弟杀死了一名守卫 他进入房间之后 正好遇到国王 于是两兄弟剑拔弩张 国王被弟弟杀死了 这时王后也终于生产 为死去的国王 剩下了一对双茅胎 当弟弟摘下头盔之后 相貌和国王如此相像 而王后也因难缠死去 由于城堡的将士 射死抵抗 十字军损失惨重 最终只能放弃进攻城堡 指挥官甚至怀疑 国王的弟弟已经背叛了他 因此前 指挥官知道山洞里 王关的存在 他想再临走之时 拿走那顶被阻止的王关 当他还会触碰到他的时候 王关就燃烧了起来 国王的弟弟杀死了国王 房间内只有他和国王的谋士 知道这个秘密 于是他代替了国王 就连刚进来的卫队长 戈鲁也未察觉到 由于王后生下的是双茅胎 以防止王位继承 发生战争 篡动王位的弟弟 命令戈鲁队队长杀死一个 只救另一个 新国王 报起刚出生的继承人 向城堡内的居民报喜 戈鲁骑马来到悬崖上 但他并没有忍心 把婴儿杀死 新国命令部下 杀死戈鲁和仆人 戈鲁被偷袭者 射中被捕 十年后 双茅胎两兄弟 都已渐渐长大 两兄弟的命运 可是天上之别 埃尔塔克 被戈鲁在山林里养大 这一天 是打雷的好天气 戈鲁和埃尔塔克 渗入森林去寻找猎物 成群的野狼 在寻觅食物 戈鲁教给他如何面对恐惧 在回去的途中 戈鲁便带他 去了那个神秘山洞 守护王冠的智者 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于是他再等十年 看看这个王冠 到底属于谁 王子正在睡大觉 他被谋视叫醒 于是也去了神秘山洞 王子已经长大成人 这个年龄的他 想尝试拿起王冠 当他触碰王冠的时候 王冠依然烧起火来 显让王冠 也不属于王子 国王在森林里 看到齐刷刷被砍断的木头 树木是被一箭砍断的 这让他想起了当年的哥鲁队长 哥鲁告诉埃尔塔克 从这些山到大海 每个人都讲同一种语言 还告诉他 如果有人问你 从哪里来 你就说从山上来 平时要仔细观察 少说话 于是哥鲁 让埃尔塔克 下山走自己该走的路 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埃尔塔克 他在城堡里对任何都很新奇 然而哥鲁一直在他的身后保护他 在移出酒馆里 强盗突然到访 许多人逃离了这里 只有埃尔塔克 依然在那里镇定自若地吃着食物 强盗向埃尔塔克和哥鲁挑战 人数是2比8 经过战斗 两人击垮了这些强盗 受欺负的酒馆女人 狠狠地抱走了强盗一顿 突然闯进来的卫队 看到埃尔塔克之后 把他当成了王子殿下 这时的国王 还在怒斥他的这个王子 是个玩类的人 卫队长赶到城堡 把他在酒馆内 看到的姨母告诉了国王 有一位剑客 帮助王子打败了那些强盗 并让强盗 强迫舔他的靴子 国王这才意识到 曾经的卫队长戈鲁 很有可能还活着 因为他和死去的哥哥 都知道当年的戈鲁 会让战败者舔他的靴子 他不相信当年的弓箭手 杀了戈鲁 经过卫队长的言辞 所有人都把埃尔塔克 和强盗打斗的事 认定就是王子干的 戈鲁认为当年 篡斗王位的弟弟 虽然杀了戈鲁 但他现在 却是一个好国王 为了更好的 把王子塑造成 一个未来继承人 于是他命令谋士 进行对他训练 还从国内 找到王子喜欢的女人 尽快地为王子举行婚礼 恰巧酒馆里 被救的女人 也被送到了城堡 起初女人 还以为 王子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当他看到王子手腕上 没有标记的时候 他这才恍然大悟 从而拒绝了王子 谋士把王子弟弟 还活在世上的消息 如实地告诉了他 此时的王子 要尽快登上王位 一只新的十字军 向瓦剌奇亚 和拜占庭进军 他们上次的目的 依然要拿到 那的金王冠 二十年后的约定 哥鲁带着埃尔塔克 又去了神秘山洞 明天就是卵生兄弟 比赛的日子 两个人来的目的 不是要拿王冠 而是要拿一把利剑 正是为了明天的决斗 但智者 不允许任何人取走 因为他们 只能用于保卫国家 无奈两人 只能离开山洞 到了第二天 哥鲁和埃尔塔克 混进了决斗场 两兄弟都在这护甲 谁也看不到对方 最终埃尔塔克 杀死了哥哥 因两人很像 在场的人 都以为是王子赢了 然而国王 只想把国家交给强者 他只能牺牲 由他养大的王子 并允许哥鲁重新回到城堡 这是谋士 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但他还不知道 眼前的王子 已经不是他曾经 服侍过的那个人了 酒中 他已命人下了毒 他就可以和十字军谈判 埃尔塔克一怒之下 让他喝下了毒酒 面对来犯的十字军 国王埃尔塔克王子 和哥鲁 在海边 和十字军 进行一场公平对决 一场冲锋下来 双方都落下马来 但是国王受了重伤 埃尔塔克王子 被马匹拖向前方 只有哥鲁一人战斗 国王被杀死 哥鲁也被身后的十字军刺死 二十年来 埃尔塔克王子 一直接受 哥鲁的细心教导 最终他 结束了这场战斗 智者突然出现 告诉他 此时的哥鲁并没有死 这只是他的灵魂 早在二十年前 他已经中箭 死在了峡谷中 智者带着他去了山洞 得到了他印度的王冠 火焰皇冠 上映于1990年 是罗马尼亚拍摄的战争电影 喜欢本片的 可以看完整版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